水里香賞音秘境的阿本農場 目前櫻花花礦開了將近七成以上 也吸引許多民眾到場賞音 更有手機記錄下美好的景色 我純粹是分享 我不會把金錢排在第一順位 你看白天的白天的景色 晚上有晚上的景色 我這邊夜景又漂亮 只要我白日開放什麼時候 夜景就到什麼時候 抗花礦 因為原則上我預計是25號左右就修園 因為太長時間的話 對村里也是說不過去 剩下大概七八天 原主也表示 目前預計開放到25號 歡迎民眾要把握最後的賞音時間 原則上是25號 沒有什麼變化的話 應該是25號就開始 那天就修園 所以說要趁著這幾天 現在已經開到八九成了 要賞音的人就盡量趕快 不然的話錯過又要等一年 因為它這裡的夜音 它這裡的開的城市 已經差不多都八成了 七八成左右 而且它燈光是從往下照上去 它越晚 如果說越晚的話 它越美麗 如果說專業拍照的人 它越喜歡說越晚越好 議員王舅舅也指出 賞音不必大費座商跑到日本去 只要來到水里鄉的阿本農場 就可以看見非常漂亮的櫻花 歡迎大家來水里旅遊 水里鄉有關於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的阿本農場 他們這個地主 有建造我們很漂亮的櫻花 每年都非常漂亮的 邊緣有顏綠色的米 我們的家中有很漂亮的桃紅色 也有很多種櫻花的樹種 一起盛開非常漂亮 所以祝祝在這裡 歡迎我們的鄉親好朋友 共同來跟我們的水里鄉 我們的軍客船 來這裡阿本農場 賞櫻花 美麗的山櫻花搭配粉色的櫻花 讓許多遊客都直呼超美的 原主也強調 歡迎民眾把握最後的時間來賞櫻 否則就要再等待一年 也請民眾來到園區的時候 要愛護環境與櫻花樹 記者邱便宜 水里採訪報導